哈囉,大家好,我是秀 先謝謝每一位就是有持續看我影片的朋友 讓我有動力去做出更好的教學給你們看 那今天是1000訂閱的Q&A時間 我會回答每一位朋友所問的問題 請問...請問你大便的時候會看書嗎? 不會,因為我翻開第一頁就到完了 為什麼當初想創立粉絲團 很簡單,因為想要畫圖給大家看 而且經營一段時間之後發現會有一些按主 會透過你的粉絲團來找你做按主 所以這也是人脈的一種... 一種建立人脈的方式 請問你的提款卡以及提款卡密碼 如果說今天你真的生活上有什麼困難 那需要幫忙的話 呃... 他是不會給你 請問報告有沒有簡單的公式 必要開銷加專案開銷加立體設備 除以你每月公式 就會等於你每個月所需要的最低實行 那假設好了,你今天算出來 你的最低實行是需要160元 那你這個月才能活下去 那你接著專案會花10天的時間 那就是160 乘以你每天會工作幾個小時 假錄7個小時好了 然後再乘以10 所以做這個案子最低成本 就是11000200元 那剛剛的計算方式還有概念 是從好好的一門課叫做 設計師監案學 業界求生必備守則來的 詳細的專案管理還有成本計算 在這一門課都會講到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去買 然後就 為什麼要拒絕我的邀約 那一定是你記錯人啦 我不會拒絕別人的 不然我就是遇到 沒問題 請問今天是你女朋友生日嗎 要怎麼慶祝呢 同學 可以不要把人家女朋友生日講出來嗎 蛤 請問你的FB帳面是什麼 也是FB帳 請問要如何開始接案子 很簡單 把你的作品直接發給發案的廠商 或是跟我一樣經營社群讓別人來找你 如果你都接不到案子的話 代表說你的實力 還沒有達到業界的需求或是水準這樣 請問之後會不會做動畫的教學或是宣傳TV 會 但比例不會太多 不過我下一集的內容 就會跟動畫有關係了 可以期待一下 想知道平常美感怎麼養成 以及辨別出行的作品呢 可以去看我的第六支影片 裡面有非常詳細的講說 美感怎麼養成 怎麼建立正確的觀念 請問洗澡的時候可以邊洗邊唱中間問 我不是中間問 我可以唱中間的所有的歌好不好 通常講這種話的 就不是你真心的朋友 既然不是朋友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浪費時間 幫他做這些人 也許有一些是你的朋友 但他不了解的 那我們可以解釋給他聽 甚至是製作費算平一點點沒關係 但就是千萬不要做白工 畢竟做這行 我們要生活要賺錢的 不是做身體健康的 對不對 完成不同類型的案子 時間長短以及會不會有產量不足的問題 這個真的不一定 因為每個案件的時間和時程 真的不一定 有時候你覺得很快的東西 可能因為客戶的feedback太慢 或是說修改問題很多 那就會拖到很多時間 我覺得只要你做好專案管理和評估 就比較不會發生這種問題 很多人甚至公司 都沒有做好專案管理和時間分配 這樣就會導致案子做過 或是人力分配不均 導致案件沒有辦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給他做完 所以管理和規劃一定要做好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想請問拍商業攝影師 各商品的拍攝小技巧 這一題我可能沒有辦法回答你 畢竟我不是專業的商業攝影師 雖然我有在玩攝影 但商品攝影這種東西是另外一門學問 你應該去上一些相關課程 或是多翻一些商業雜誌 對你會比較幫助 我想嫁給你 好以上就是所有的回答啦 還是非常感謝那些問題的人 那我有這一集Q&A可以做 然後回答的問題應該也能幫助到 某些可能沒有發揮 那下一集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企劃 是關於動態設計的 如果喜歡動態設計的朋友 或是想要了解的朋友 請問不要錯過 我是Cyo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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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